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套就是橙橋 第三套就是標誌 最後就是木人樁 木人樁就是用的三個套路 把他們一起訓練 我們最起手的就是小木頭 有個人都是小木頭最基本去學的 然後就是橙橋 三套有不同的特性 就是特定,選領頭是近距離的,很近距離的,去保身 那有人稱方有的時候就是夢想能力 那城橋都是有一種我可以跟領頭保持距離的 我跟領頭有距離的時候有距離 有時候都是拉你自己的,有時候就是有一個不熟的 那標誌呢就是最後一個標誌就是徒下徒下,徒遠徒近 最近就是手掌刀的手掌,最穩的就是手指頭的扔出去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三個胖部不同的特定 避器就是霸展刀跟六零段會 避器的目標其實避兴念,避器也是避兴的手法 特別霸展刀裡面很多都是忍住的手法 避器也是用來保護自己 有時候也有避器人,也有避器人這樣對見你 比如說裡面連哪一個最重要 就會要選一個 跳舞 因為沒有跳舞沒有其他也有變數 所以它是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是跳舞是最重要的 對,那也是它在跳舞裡面才練到你的技巧學法 速度 所以我覺得跳舞也是跟你一輩子的東西 對,我們是跳舞 跳舞要學完三個跳舞,才可以學武裝 對,那跳舞裡面,學跳舞裡面當然會有三手啊 有打掃棒 對,有對面 對,那問中是上方就是最後 那畢竟呢 畢竟呢 畢竟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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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概念你沒有對 如果你用滴氣去做一些方式 那就不好 那這樣安排是文師傅的 對 對 是文師傅安排一下 不一定是所有人要去安排 不一定會 對 有些 落實是有些 中間會有 弄動 那但是今天安排下來是要你打好戲對不對 對 因為 無人裝 我們講過就是三個套路 也沒有誰都三個套路 只能拿那個套路 這個違反的 對 無人裝是三個套路 用的一起 怎樣 用的 也要順 還有他最主要就是 你打的 走馬的時候 這個角度 對 那要手馬 對不會 角度對不會 發力的方式 還有你出去的 出去的角度對不會 因為我們出全是五分裝 他們每個人去一個 牽扭的時候去拼 拼得很低 所以他是用角度 用手把去射掉 這個 力度 所以不是用力的 對 所以看到是比較鬆 他不會 啪 就是打到感覺 是用角度去念 所以是念角度 不是念力度 不是念硬度 所以 如果壓力 在那邊的話 就打散吧 打散吧 打散吧 就被力氣的破壞 情況 手腳 不動就 好 對 打散吧 打散吧 七朝是兩個人去念住對方的手 那念住對方的手 一定是自己的橋面 就是手的下面 另外一邊就是我在對方的下面 那這個是平均公平 那在這邊管弓的時候 就是 自由去公平 念這個法律 對 那我們 剛才是領的位置 打到 前面就知道 對 那這個 四手就是 訓練你這個 彈近的時候 你忍著手 這樣洗條 去把握自己 或是攻擊對方 就是選擇這個東西 八鏡 嗯 它是 春鏡 還是 有春鏡 有春鏡 它分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那麼短的 就是在這邊的處 一個就是我們的手張 第三個就是 最後的 三個 三個距離 三個距離 那春鏡可以 給你彈春一下 那是 這多私刃 我家靠 大概不是 這個 我們從來 這個 去 對 這 對 自己的 是 這個